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又是我一丝路! 现在呢,我要出发去吉隆坡,然后呢,开启我两天一夜的这个短暂游! 开始我的旅程! 现在是12点09分 现在在等车,然后要去吃个午餐,然后再回来check in这个hotel 就想要来吃,现在来吃个午餐 到了,听到全部了 来看一下他有什么东西吃 吃午餐了 拜拜! 现在在一家咖啡厅叫做Buro EBS 就是这里,然后呢,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喝个下午茶 这里的话,其实还挺不错的 然后呢,我就觉得就地方偏长了一点点 Buro 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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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n啦! 现在要去房间里看看啦! 我的房间嘞 我的房间好像是在4019,第一间就是了 Check in了! Check in了! 现在已经进到房间里面了 这个房间真的很好看! 超漂亮的! 上面有我的名字 Buro EBS Buro EBS Buro EBS 如果你在房里呢 你觉得很安静的话 它有这种ambiance的这些音效给你去选择 然后呢,我觉得一个人在房里的话 这些还挺舒服的啦 就是晚上的时间 它的房间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啦 就是它会分成三个区域 就是你门口一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你可以放鞋子啊 然后呢,旁边就是直接是这个厕所的区域 然后呢,它是干湿分离的这种概念 就是呢,马桶是另外一个隔间 然后把它关起来 这里呢,是洗澡用的 然后呢,这里就是非常熟 我非常喜欢的 两面搭镜子 然后呢,就是这里是洗漱用的地方 然后那里是梳妆台 然后,其实厕所 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 我以为它就是 整个是没有了关门的 然后其实,诶,我发现 它可以把它关起来 就是你睡觉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关起来 再来呢 这里有一个全身镜 然后全身镜这里呢 一样就是可以走到厕所啦 走出来啦 走出来,这里有一张非常大的双人床啦 Kingsize Leta Kingsize的双人床 电视机 电视机下面有一个沙发 然后这里呢,是另外一区 这里我觉得我很喜欢 因为它这里是特别跳高的 这里是比较矮的 然后这里是比较跳高的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呢 一望无际的风景 然后其实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熟熟 我觉得是熟熟 就其实呢,这个酒店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很满意 因为呢 它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有 Privacy 然后我是觉得 它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 它没有浴缸 它没有浴缸 它真的没有浴缸 到它的泳池 就是 我给你们上去 阶梯上 然后我现在从上面往下 给你们拍去看一看 它的泳池 基本上就只有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 挺小的一个泳池啦 然后这里是Lobby Lobby这边下来呢 就直接是泳池区 然后你只要 直接在这边走一走 然后呢 下来 就是到了泳池区 其实我住的地方呢 就在泳池区的旁边走出来就是 然后这里呢 就是泳池边的休息区 就是你躺在这里呢 看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风景 感觉要下雨了 然后呢 这个泳池其实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呢 就是 他的健身房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泳池其实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这里是 他的一个健身房 然后呢 可是觉得这里 社会还是OK的 就是里面有这样的餐厅吃的 烹饭还是怎么样的食物呢 第二天早上 可以来这里做一座运动 可是觉得挺好的 设备来说的话呢 还挺提前的 雅琳 雅琳 雅琳本人 你是来拉屎的吧 好啦 就是今天呢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关于这个阿里拉班萨 他们里头的这些设备呀 还有就是我今天住的这个房间 他的一些设施 刚才呢 中午呢 其实吃的挺饱的 所以现在我就回房休息 休息 里面他是 房间的走道呢 也非常的舒服 他就是采用了那种非常日式的那个概念 非常的度假风的一个酒店 觉得非常的舒服 刚刚呢我在进来我房间之前呢 我在外面有看到他有那个就是咖啡机 还有就是可以在那里泡一些饮料的 然后我现在要出去看一看 看有什么饮料可以喝 就是这里 这里呢 他有准备了就是咖啡机啊 还有就是这个一些杯子啊 可以让你用想用的就是我觉得还挺贴心的啦 而且还有牛奶咖啡牛奶 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还挺值得的啦 就是你在这里做一个晚上的话呢 其实也不会说太贵 就我觉得蛮值得 然后这里就是commentary 现在回来房间就是休息休息 然后呢 等会晚上我就是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现在要去找一找有什么晚餐去 然后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而且现在超级冷 我们在下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要来吃一间餐厅叫做Happy Stang 然后呢 我现在要走过去 外头在下着雨 所以呢 我得尽快 对 对 现在呢 就是到了这个吃晚餐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其实算是一个 就是我个人是挺喜欢一个人吃晚餐 静静的吃晚餐 然后看着人来人往 其实我觉得这种生活是挺享受的 这里呢 又非常多的那种餐厅啊 酒吧啊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Vistro之类的地方 那我其实 之前就住在这里附近 就一直想要来这个地方拍一看 那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呢 其实挺像外国的那种非常开放式的 而且呢 英国料理也非常多的选择 好多的 蛋糕 如果个人呢 其实是很喜欢吃蛋糕 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每餐 就是晚餐呢 我都想要点一份小小样的甜点 或者是 即便随便一样甜点的 都会让我非常的开心 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我点了一个我不能吃的东西 就是 呃 你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我是不能吃酵母类 发酵的东西的 然后呢 我不知道它来的时候 是一份 麵包 我现在心里想完蛋了 就是 我真的不能够吃这个 麵包的东西 所以我应该注意 跳里面的牛肉出来吃吧 牛肉很好吃 牛肉很好吃 非常的原味 可以 现在呢 就是 我已经吃了晚餐 回到我的房间 然后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刚刚那顿晚餐呢 真的是 巨咸 它的那个薯条呢 我真的是人生中吃过 最咸最咸的一份薯条 我去点了一份 我不能吃的 潘尼尼 Oh NO 它来到的时候 我就是 我整个就是 震惊的就是 看着那份食物 最后呢 我就选择 默默的 把里面的那些牛肉 全部挑出来吃掉 然后呢 就把那个面包 分开 然后留在那里 其实我还挺喜欢 刚刚我喝的那个 Bassel Peach Tea 这个东西 它其实非常的清爽 就是你吃了非常油腻的东西过后 你喝一口就觉得 哇 瞬间你整个人被洗劫而空 非常的好喝的一个茶 哇 我好喜欢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地方 那间餐厅呢 它叫做Nutch & Bell 我是觉得非常推荐 但是有一点就是呢 如果你要去的话呢 我可以建议你先定位 因为它那里的话呢 一到午餐的时间 或者是晚餐的时间呢 是非常的多人 就是一味难求的那种 我非常的推荐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那种 中西合并的那个口味的话呢 可以去点一点他们家的这个 软壳蟹 意大利面 因为它吃起来呢 非常的奶黄 就是那种奶黄味十足 然后非常有南洋风味的那种咖喱香味 可以在这个意大利面里头 那它的那个软壳蟹呢 也非常的多汁肥美 就是这家Nutch & Bell呢 它非常出名的一款蛋糕 就是那个西瓜蛋糕 因为这个西瓜蛋糕呢 我个人是觉得 它的西瓜蛋糕非常的特别 就是它整个组合呢 就是它蛋糕体非常的薄 非常的少 但就是它那一片西瓜 和它那个奶油呢 搭配起来整体有带出一个 非常特别的那种香味 那吃完呢 这个Nutch & Bell呢 过一会儿我们就去到了这个Bureau 这个Bureau呢 它是在那个BSC Mall里头的 外面的一间小咖啡厅 那我觉得呢 这个咖啡厅呢 它整体来说呢 它的整个面积 整间店面的那个面积 是非常的小的 但是呢 我觉得里头的那些 饮料啊 或者是它的环境来说的话呢 都OK 甜点或者是蛋糕这些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算是过关的 然后呢 今天一整天下来呢 就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就吃了一整天 啊 住了这么好的房间呢 我就觉得好好的放松一下 现在就是要好好的休息 大松 哦 我想睡觉了 想睡觉了 明天 到去吃个早餐 这楼下的Botanica Blasco 现在来到今天是早餐 然后我发现有好多东西 或者是不可以吃的 我觉得还是OK的 就是分量有点小 味道上来说的话呢 也没有到非吃不可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 酒店饱的那种早餐 就刚刚早餐吃的那个Botanica Blasco的早餐 我真的是有点想吐槽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的典型的那种酒店的早餐 就是吃了过后了你会觉得 嗯? 蛤?蛤? 怀疑人生说就是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 我是觉得那个价格是非常的不划算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吃Botanica Blasco里面的东西的话呢 建议你是在11点半之后才去 好啦今天呢就是这个 阿里拉邦萨 我就是等会就要check out了 我整体下来的体验就是 房间什么的设备啊 全部都非常OK 还有就是它的服务啊 什么都非常的到位 好啦整体呢就是我在阿里拉邦萨的这个旅店体验 有点不舍得回家真的太舒服了 2 hours later 2 hours later 2 hours later 好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 如果呢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记得帮我订阅打开小铃铛 点赞以及分享 希望你们和我一样爱美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散会啦 拜拜